九十六萬六千七百八十成報阿呂火信達網拍四十億不良資產 2015年5月30日財經B08本部特訊 阿里巴巴與中國信達1359在本月28日宣布達成戰略合作 包括開發不良資產交易產品、完善交易平台和機制、 投資業務、大數據等領域,同時,信達將四十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得良資產放上淘寶拍賣會的資產儲置平台 6月20日正式開始競投,有內地傳媒稱之為中國債權網拍第一 除、速得良資產有效配置淘寶拍賣負責人盧維興表示, 傳統資產管理公司可透過互聯網擴大招商範圍, 大幅降低徵訊和儲置成本,使資產儲置的過程更公開 透明、高效、阿里巴巴零售事業群總裁張建峰稱 阿里會嚴格保護競投者的私隱,可避免轉標甚至恐嚇等傳統拍賣可能出現的問題 據悉,在內地互聯網家概念下,淘寶拍賣未來將與更多資產管理公司合作 目前至少有34家機構入住淘寶資產儲置平台 今年3月,信達的直江分公司就增在淘寶拍賣會嘗試水溫 錄得4宗債權資產交易,金額近5、5萬元 集團副總裁張恩惡期望,未來有更多企業和成熟的投資者 參與不良資產的經營和處置,培育多層級的二級市場 促進不良資產處置行業形成完整的價值鏈,最終實現資產的有效配置